大家好,我是莎莉 记得小时候跟妈妈去卖场 如果那天我表现优良 妈妈会让我挑一种喜欢的零食当奖励 而这种甜甜蜜蜜奶香十足的太妃糖 绝对是我的首选 直到现在我对太妃糖的喜爱人不输当年 所以今天就来重温小时候的幸福滋味吧 首先先来铺一层防沾烤纸 我发现烤纸像这样子揉过后 好像比较容易乖乖的呆在容器内 另外要提醒大家 在这里所选择的容器 必须要能够耐热的哦 在烫锅内倒入300毫升 卤纸含量35%以上的鲜奶油 加入125克的无盐奶油 以及300克的糖 加入1茶匙的盐 让甜味比较不腻口 加入1茶匙的盐 开小火加热 稍微搅拌到奶油跟糖完全融化 糖跟奶油融化后 我们就可以放入温度计 我们需要用小火加热到摄氏125度 在这期间我们只需要轻轻搅拌两次 确定锅底没有烧焦 太用力或者是太频繁的搅拌 会让糖皆精化 那就不妙咯 随着温度的升高 焦糖的颜色也会越来越深 现在离我们的目标温度越来越接近了 可要眼睁睁的看着啊 125度 煮好了 赶快熄火 这个时候的焦糖非常非常的烫 千万要小心啊 加入一茶匙的香草酱增添风味 小心翼翼的将焦糖倒入稍早准备好的容器里 稍微等待20分钟等表面凝固后 我们可以撒一些盐枝花 如果太早撒的话 因为表面还太软 所以盐会直接沉点 太晚撒的话 因为表面变得干燥 盐不容易附着 所以20分钟刚刚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还有刷锅子 现在太菲糖凝固的差不多了 我会先修掉不平整的边缘 切割太菲糖需要一点力气 小心用到安全哦 修掉的边缘要做什么呢 当然是 试吃咯 嗯 加了一些盐的太菲糖 真的让甜味更上一层楼 更有层次了 评管过关后 就可以一个人喜好做切割 我比较贪心 所以我的太菲糖 不是一口大小的 是两口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用市售的糖果纸 来做个别包装 如果没有糖果纸 用烘焙纸裁成适合大小也是可以的 完成后的太菲糖 除放于保鲜盒里 可以享用一个月以上 不过我的 好像很快就消灭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点赞跟订阅 下次见啰